专业的构建向上攀登 现在大家看到的三爬科目 消防战士分别以水管 铁踢 墙脚作为着力点 42名队员以战斗机翼的队形向上攀登 看 攀爬水管的队员节奏一致 整齐划一 攀登铁踢的队员伸手敏捷 动作迅速 训练难度最大的要数两边爬墙脚的队员 他们要用自己的手指紧扣砖墙向上跳跃 在平时的训练中 血肉之躯与接应强体无数次的亲密接触 磨破了指尖 磨掉了指甲 要经受多少痛彻心扉的艰苦活力 才能换来今天的一飞冲天 即将看到的是双人灯窗 双人灯窗是一个双人训练项目 讲究的是协同和配合 每一组的两名队员没有任何的登高装备 在仅仅可以容纳半只脚掌的狭窄窗台 一人在下 以对方的肩膀为阶梯 一人在上 以战友的手臂为绳 借助相互之间的拉力和鼎力 相互交替向上攀登 这个科目主要锻炼消防队员 强大的四肢力量和沉稳的心理素质 每一次的配合 每一次的托局 每一次的攀登 他们之间建立起心无旁骛的默契 好 转瞬间 他们已经成功登上十楼 看 雄鹰展翅 这是下降 难度系数极高 一名队员先要抓住另一名队员的脚踝 形成力量的支点向下飞跃 而另外一名队员狂厚的肩膀 又是战友夺取下一个胜利的依托和基石 战士们动作干净利落 配合默契 他们凭借着非凡的胆量和心理素质 凭借着恰到好处的力量和技术的运用 在一层又一层训练塔间 闪转腾挪 通过这项训练 不仅磨练了队员们充满 坚韧的意志 更把他们铸就成一个 无比团结默契的整体 他们不是蜘蛛侠 他们是消防好兄弟 他们用血肉之躯锻造守护阳城的钢铁长城 来吧 我的战友 我的双手 就是你的